Steam OS UI 终于来了 所有掌机都能刷 用起来就是香 哈喽大家好 今天演示一下 Steam Deck 的 OS UI 表现 我们先看一下系统 然后再运行下这个老头环 Steam OS 集成的这个认证 右下角有一个可不可以运行的表现 老头环就是个勾 其他游戏 静止符号就是该没有测试 大差应该如法运行 这个兼容性只针对于原生 Steam OS 系统 我们这个是个启动器 其实不影响 游戏库和原装游戏也没有问题 完全是可以看的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team OS 的这个设置菜单 我这边这个菜单是无法用这个 我这个掌机的任何按键切出的 只能用这个触屏来切出 这边系统的话看到是可以设置的 有些没法用 但是绝大部分是可以使用的 这边可以看到是可以格式化这个 SD 卡的 我这个系统是可以确认到识别 但是无法识别到更详细的信息 CPU 的话它也是可以实备到的 我这个去年4月份生产的这个 Intel 1165 掌机 是完全可以实备到的 然后震动也是可以打开啊 我虽然没有事 但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好友列表什么都可以 就操作起来 比鼠标操作方便多了啊 直接用这个手柄就可以操作了 空间管理也没什么问题 上面还集成它这个搜索栏啊 搜索栏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它这个键盘啊 键盘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和系统键盘是两套键盘 前面户出的是 Windows 键盘 这边户出的是 Steam 键盘 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键盘 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们直接试着跑一下这个老头环啊 直接点开始 语文键有冲突它也会提示你啊 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边直接选择本地存档就可以了 这是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手柄操作界面啊 我这边它默认十月前的外设 然后进入的器中 再切这个 Steam 菜单也是可以的 它这个说明是完全一个上层 UI 完全是可以加载出来的 野蛮优化系统这边监控和电池档位 都是可以选择的 没什么问题 不影响的 还是一个基于 Windows 的操作 Steam Earth 这边如何直接调出它这个东西 我在研究啊 它说不定还能是这个FSR 功能 然后游戏手柄设置的话 还是和 SteamOS 类似的 做的还是很棒的 包括这个 Steam 备件 它是可以设置的 甚至还包括这个陀螺仪啊 看着很牛逼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魔法城啊 魔法城这话 似乎硬性也没什么问题 我这边还是卡着瓦数跑的 和 SteamOS 这个性能几乎差不多 放电瓦数也差不多 可以跑到个30帧左右啊 是中画质 老头环的话 国券掌机会比这个 SteamOS 运行的 稍微快一点啊 之前是做过对比评测啊 对比这个 Steam 掌机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